好的 主播 美国总统拜登在上周五签署了2023年度的国防授权法 而其中包括要在未来的五年内向台湾提供高达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以加强其自卫能力并且抵御中共威胁 而中共则随即表示对此坚决反对 并在周日宣布为回应所谓的美台勾连 已经在台湾周边开启了新的联合火力打击演习 而在周一 台湾政府表示 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 包括战斗机和无人机在内的71架中共空军飞机 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而这也是迄今为止报告的最大规模的军机绕台行动 而同时白宫也对此做出了回应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共此举属于挑衅性和破坏稳定的行为 并且有增加误判的风险 白宫还表示 美国将依据长期以来的承诺和一个中国政策 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新唐政治台记者桃明 美国白宫报道